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 虽然不能说是貌合神离 那至少蔡英文现在的几个动作 在打醒赖清德 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来挑战我 你再挑战我的后果的话 我一定让你翻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4月26号 台湾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就把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因贪污洗钱案 把他送进大牢 坐牢一年 然后罚款150万 所有的账款860万 全共没收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龙潭垢地案 当然台湾的新闻是在讲 听妈妈的话的结果就是坐牢 讲的就是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没有那么单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让陈志忠坐牢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件案子已经拖了十几年了 换句话说 再拖一两年 大家都忘了差不多 可是在蔡英文下台前夕 为什么让陈志忠坐牢 说刚刚好蔡英文卸任 陈志忠也出狱了 大家去想想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那我讲的不是阴谋论 那我讲的很多人认为说 这是阴谋论 你法院怎么判 那就怎么判 那事实上这个里面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从赖清德4月12号代表民进党出战以后 那赖清德在各个地方 他提名的立委 选举人 还有包含不分区等等这些 各位 你去看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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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区域立委候选人 都找陈水扁 而不找蔡英文 都找陈水扁 请陈水扁推荐 请陈水扁融合 就是换句话说 一下子陈水扁突然爆红 就是说一个保外就医的人 蔡英文是命令他们 你给我看好陈水扁 叫他不要乱讲话 可是陈水扁现在的政治动作越来越大 他推荐的人 居然透过民调 本来情势不看好的 统统起来了 这个就是引起了蔡英文的注意 因为有一些所谓英系的人 纷纷中间落马 跟陈水扁不无关系 就是说陈水扁去挑选的一些人 反正你有英系背景的 他一个他都不要 那陈水扁就最最最著名的 就是陈水扁跟赖会员 就是台南市跟郭生慧那一场 本来郭生慧略战上风 结果发生一件事情 赖会员请陈水扁拿票 顺便打了一通电话给王世坚 说王世坚你不要下来 说王世坚那你不要下来 跟谁 帮郭生慧那阿扁已经决定支持赖会员 好这件事一做了以后果然赖会员 以些微差距击败了郭生慧 然后也阻绝了王世坚南下帮郭生慧 站台 从这件事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阿扁的威力他还在 那既然陈水扁 以保外就医之尊 还能够干预民进党内部的选举 那蔡英文就必须要动手 当然蔡英文不会再让陈水扁 官回去 那他就用这个龙潭构地案 他来牵制陈志忠 那牵制陈志忠的目的呢 是什么 各位晓不晓 赖清德是唯一民进党内 还站在陈水扁旁边 帮陈水扁讲话的人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要赦免陈水扁 那这个就是触碰到 蔡英文极为敏感的神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让陈志忠进行修身养性 到监疫里面去修身养性一年 一年 但是对于 陈时忠的太太黄瑞静来说 各位有没有发觉 缓刑 缓刑四年 八个月缓刑四年 就是换句话说 他对于陈家 做了一个不同的处置 第一个 吴淑珍因为健康的问题 他是不会让吴淑珍坐牢 那陈水扁保外就医 就此打住 然后呢 就是陈时忠代表陈家坐牢 然后黄瑞静也免 就是我们已经看得出来 我们整个的局 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赖清德是不如蔡英文 就是说蔡英文 至少懂得下棋怎么下 但是 赖清德在这一方面 他就是政治判断度跟敏感度 他就不如蔡英文 蔡英文选择这个时候下手 为什么这个时候下手 刚刚好 快要选举了 至少让陈时忠进去 可以让陈水扁少说话 那以免影响到英系的 所谓的立委参选人 他们的政治前途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真的是 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 虽然不能说是貌合神离 那至少蔡英文现在的几个动作 在打醒赖清德 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来挑战我 你再挑战我的后果的话 我一定让你翻车